哎呀你知道这个英国的老百姓现在有多无奈吗 新上任的英国女首相特拉斯辞职了 有英国老百姓就在推特上表示啊 我儿子一生已经经历了四位财政大争 三位内政大争 两位首相和两位君主 而我儿子才四个月大 更有人呢在推特上发起投票 到底是特拉斯的执政时间更长 还是一颗生菜摆放时间更长呢 结果生菜完胜 更有意思的是啊 面对党内的逼宫 特拉斯前一秒还宣称自个儿是个斗士 不当逃兵啊 结果后一秒就宣布辞职了 反转之大令人瞠目结舌 以至于有的网友表示 自己连特拉斯和特斯拉都没分清呢 就知道他们一个比一个跑得快啊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特拉斯的话 那就是出场最帅 两个最快 首先说出场啊 金毛失望因为丑闻辞职 特拉斯接盘 他作为英国历史上第三位女首相 自然是众望所归啊 大家都希望他能广狂澜于祭岛 吐大厦之疆情 他自己也一心想成为第二个撒切尔夫人 于是呢 他搞了一个减税计划 并想着以此来提振美国经济 话说让一个不懂经济的人去搞经济 就相当于让司机当伙伏 让秘书去杀中夯 一顿操作猛如虎一看比分 0比5 特拉斯一通操作下来 美国股市会市债市三市奇跌 这场面别说英国了 全世界都看得目瞪口呆呀 于是老百姓怒了 眼看大事不妙 特拉斯第一时间甩锅 开掉财政大城 扣腾 并收回改革方案 然而大家还是不买账啊 于是各路大佬纷纷开始逼宫 结果就是特拉斯辞职了 本想着成为英国第二个撒切尔夫人 结果就成为了英国有史以来 时间最短的首相 以至于有人就调侃啊 特拉斯在任期内就干了三件事 和女王握手 给女王办葬礼 然后辞职 一个在位时间最短的首相 送走了一个在位时间最长的女王 这样的结局多少有点讽刺啊 但更严重的是 接下来的烂摊子又该咋办呢 特拉斯一辞职 最直接的问题就是 谁来接受这个烂摊子啊 据了解啊 保守党的各路大佬 都在为新首相摩拳擦掌 甚至金毛狮王都将转土重来 可问题是换了特拉斯 英国就会好起来吗 恐怕不见得呀 CNN在报道当中 有一句话这样总结 在可预见的未来 英国政治中的大野兽 可能会继续扼住对方的冤喉 鉴于该国的状况 这对其公民来说是个可怕的消息呀 过去几十年啊 英国已经累积了 一系列的严峻问题 比如说通胀问题 债务问题 税收问题 公平问题 效率问题和移民问题等 这些问题已经到了不得不改革的地步 越拖问题越大 可问题是改革谈何容易呀 要想改革就必须要先动一部分人的蛋糕 那这些既得利益者会允许你动他们的蛋糕吗 另外 不管是特拉斯还是约翰逊 那一系列的挟折腾 已经让英国的元气大为受损 英镑的汇率已经跌到了 差不多和美元1比1的水平 英国的股市更是把整个西方金融市场的水都给搅混了 如果你翻开历史的笔记 你就会发现 英国这些年确实也够闹腾的哈 先是风风火火搞苏格兰公投 再是轰轰烈烈搞脱欧 现在呢 又是大张旗鼓的搞减税 这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打着为老百姓好的喜好 可到头来呢 受伤最深的还不是英国老百姓吧 所以特拉斯的辞职并不代表着问题的终结 相反 这又是一个新的问题的开始 要想昔日啊 他刚上台的时候一息奋发 怼天怼地怼空气 甚至于有记者问 马克龙是英国的好朋友吗 结果他冷冷的回答 还不确定 马克龙听说差点气的背过气去 然而现在马克龙还在 特拉斯不在了 他辞职后啊 老马第一时间表态 他不会评论英国的政治 他希望的是啊 赶快恢复稳定 这种场面的话 老马必须要说 但要说他心里不高兴 你信吗 懂点门道的老铁应该都知道啊 有几个地方换啥都快 比如说南欧的意大利 总理换得很勤 东亚的日本 首相换得也很快 现在呢 英国也有这么点调调了 俗话说啊 火车跑得快 全靠车斗袋 车头换得多 列车得爬窝呀 翻开历史 印证这句话的事啊 还真不少 不过说来说去啊 背后肯定绕不开俩字 利益 所以说 还是咱老祖宗看得透彻 天下兮兮 皆为力来 天下攘攘 皆为力往 好了 加关注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